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究竟我們這個宇宙裡有沒有起始 有沒有終結呢? 佛就這麼說 我們的宇宙是無始無終的 這跟我們一出世所知道的概念很不同 因為我們一出世有一個概念 就是所有東西都會有開始 所有東西都會有終結 其實這只是相對的概念 佛就說宇宙其實是由因緣和合 經歷成、住、壞、空的四個階段 好了,空了之後 又會由因緣和合、由空再經歷成、住、壞、空 循環不斷 是永無休止、永無終結的一個 我們稱為因緣輪 好像輪一樣一路路轉 在科學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科學就認為我們的宇宙的起始 是起始於大爆炸 他說宇宙是由大爆炸開始 因為這個爆炸就產生了很多元素 而因為不斷有這個小爆炸 產生一些光和能 就令到各種元素不停變化和組合 於是就會構成萬物了 那究竟有沒有科學家可以明白佛陀所說的話? 有 有一個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家 叫做史提芬霍金 他就認為宇宙沒有起始 也沒有終結 這個史提芬霍金是當代最傑出的科學家 也都是現在很多人都供應他所說的話 是對的 一個好像我們這樣的宇宙 怎麼可以利用所謂的虛擬時間 被過麻煩的奇點而形成 聽來好像是科幻小說的橋段 其實它是一個科幻小說 都藉來參考的清晰科學概念 在虛擬時間內 宇宙無邊無際 沒有開始 也沒有終結 只是好像地球表面一樣彎曲著 在《華嚴經》他這樣說 他說世界之初先誠虛空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入講佛教最難明的一個道理 什麼叫空性?什麼叫非有非空? 現在就由這裡開始講起了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為什麼我們要明白這些道理呢? 這些道理好像近乎於科學那樣的東西 事實上是有作用的 我們對這些東西的認知 是會幫助我們打破我們在思想的局限 我們的思想的局限被打破的時候 我們的能力就可以發揮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最終要做的目的 這個也是修行最終要做的東西 而他講的世界之初先誠虛空 在佛經講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最初是什麼都沒有的 是一個虛空來的 而佛就這樣說 他說空生萬法 萬法歸空 在很多年以來 有些人學佛法 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不明白什麼叫空生萬法 什麼叫萬法歸空 所以很多人學佛法 學了十幾年 或者學了一輩子 都不明白什麼叫真正的空性 所以佛教所說的環空 就是你們不要把一個空 看成一個環空 看成什麼都沒有 其實它是有的 但是你又不要看成它是實有 實有的意思 即是很實在 而存在的一件事 永恆不變 這就為之叫實有 真正的空性 又不是這個意思 又不是真的有 佛教所說的空性 就叫做非有 非空 愛因斯坦 這個當代很出名的科學家 他的廣義相對論 就很類似這個概念 為什麼我們要去理解這些概念 其實就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要去修行 就是說 因為思想的局限 就等於能力的局限 我們有一個提示和總結 就是科學可以作為解釋佛法的註腳 讓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真理 以及知道佛陀的智慧 事實上是我們凡人很難去理解的 所以佛陀有一個名叫做靜片之 就要做點音超 jakby 做真理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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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